今天是12月7号 上午已经收盘了 A股又是一个分化行情 上正式率的创业板是红的 涨了一个点创业板 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办 要不要减仓 有不少朋友问啊 这个位置连续出现震荡 那是不是要出货了 还有就是权重今天休息 那题材股机会来了 要不要再去追高题材股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你对当前的盘面 板块热点把握不住的仔细听 其实这个上阵分视图 我觉得很正常 为什么呢 这里是一个震荡的走势 你看大家看涨的800多加 跌的1200多加 感觉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过程 大家没必要急 没必要慌啊 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只要他能够守住这个五日均价线 不能轻易的看空 不能轻易的做空 对吧 前面跟大家说过 突破60年线以后 如果你的利润跌别后的 那又再继续上涨的 你可以继续躺 继续看多 这里主要是因为前期套牢盘 压力比较大 震荡消化后 有机会再次上涨 突击上方的三四奥斯 其实从目前的盘面看 市场资金啊 在不断的流入啊 不断的一个什么进场 所以只要敢调整 你就敢低息 只要敢调整 你就敢去抄底 那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指数目前风险并不大 所以大家没必要纠结 当然啊 可能很多朋友说 经济创业版不是涨了一个点吗 那么现在这个行情 到底是该去权重 还是该去创业版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里应该要区别对待 如果你做中长期的话 中长期的话 想参与什么 这个我们说投资的话 你最好是去权重板块 什么意思啊 权重板块 它有一个位置比较低 还有上面说了 要打造一个什么 特色的央企 估值回归 所以后期 它可能会迎来一个震荡式的一个上行 爬山式的一个上行 那么权重板块相对来说 比较稳 安全一点 但如果你想赚快钱 波动比较大的 那么大家就应该要留意 创业版以及科技相关的一些板块 或者说题材这一块 因为题材在短期的波动比较大 容易产生巨大的差价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区别对待 不要看着权重长了 你去追权重 题材长了 你去追题材 这个不靠谱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有些人涨了几百点 还是亏钱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盘面板块情况 表现最好的是熊去养胆孙 这个新出来的啊 还有在抗病毒灭料 涨了六个多点 从这些涨幅居前的票 大家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其实这些都跟什么有关 又跟医药有关 又跟可照有关 都对 大家看啊 疫情在反复 然后呢 医药医疗相关的一些板块 都是在不断的反复过程当中 所以啊 昨天前天割了肉的 尤其是割了医药相关的 这些呢 我估计又哭云在厕所了 其实从今天盘面看 医药是一只独秀 对吧 包括消费也表现不错 然后后排的话 跌了比较多的 煤炭石油加工 然后这个煤 包括建筑 房地产 券商 感觉就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没有一个明显的下跌趋势 也就是说 这些板块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调整 所以大家在操作过程当中啊 一定要注意 不要轻易的去撒跌 也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市场就是轮动 说白了 就是什么 今天是这个行业 明天是那个行业 这个时候大家去追高的话 风险是比较大的 那好啊 抗病毒灭尿 今天出现了一个强势的大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追 其实说真的 从目前的盘面看 今天是比较强的 那我觉得核心票 龙岛票 还是可以去留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板块 已经出现了腰股 对不对 谁 安赖 对吧 这个票短期出现了一个连续的上涨 大家看 从这里启动 9块钱上下 到现在的 二十三块钱了 涨了一倍有多 所以它短期这个幅度 非常之大 然后涨幅也非常大 打扎出了强势的赚钱 现在资金开始 什么 回流啊 但是整体来看 这个盘面 这个盘子比较小 所以说啊 它想连续大涨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会太强 为什么 融到了资金有限 对不对 那些大油资啊 大基金啊 想进去的话 也是比较难的 这里市场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哪里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啊 国企改革 包括这些医药医疗 这些还没走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核心板块的一个走势 比如说啊 今天的医药 中药 对吧 昨天跟大家说过 中药在下跌的过程中 不要怕 不用慌 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你 昨天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 你不要去怕 以后呢 沙跌到这低点 你也敢去低吸 敢去博弈 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不是对了 如果你听懂了 昨天的一个视频 在这个沙跌的过程中 你去低吸的话 今天的中药 你是不是会吃到一个大长腿 可以说是吃着盆满钵满 对不对 所以从技术方面来说 这个方向就是一个抄底的好机会 从上午的中药板块来看 虽然说涨幅比较大啊 已经连两个多点了 一个大长腿 但是涨停的票 只有一个贵州三立 那在操作过程当中啊 大家注意 追高要谨慎 其实从贵州三立的走势来看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中药开始也是走趋势的 对不对 前期是一快速拉高 现在是震荡上行 走趋势 那贵州三立毫无疑问啊 有机会成为这一块趋势核心 趋势龙头 那么像这种票怎么理解 这种票其实也好办 你就把握好这个五日均架线的一个支撑 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里低吸潜伏 破位呢就跑 没有破位 继续躺 就这么回事 所以中央的话 我觉得后期还是有空间 还是有潜力的 逢低可以关注 尤其是调整到位的 调整到下方强制撑位的 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潜伏 还有就是今天盘面表现比较好的是刚才说的 消费这一块 消费这一块的话 相对来说啊 比较活跃的是新零售 那新零售的话 今天涨幅不是很大 但整体来看 它的趋势非常之强 一路走高 一路震荡上行 对不对 所以说从这个方向来看 大家也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记住啊 新零售是年关啊 每年都要炒作的一个方向 这个时候 大家是需要重视的 你看大家看 今天多支票涨停啊 深中华埃 这个也是涨停的 然后还有这个东北集团 昨天涨停 今天是直接加速 一支版 所以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市场的节奏 非常之快 今天是这个板块 明天是那个板块 但目前的整个方向 就包括这个新零售 谁最强 如意集团 昨天放那样的一个烂板 放那样的烂板 那今天就是一个 直接入转强加速 所以从短线的角度来看 超短的角度来看 今天就是一个 最佳的上车的位置 对吧 如果是做车短线的朋友啊 应该知道 像这种分次图 就是一个弱转强 那么直接就是上 对与错 那就交给概率了 所以啊 它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 我前面一直跟大家讲啊 呃 做短线的话 一定要留意什么 烂板号的一个弱转强 放量烂板 有不少朋友就问啊 到底该怎么去参与 大家看 昨天它是不是一个 一个放量的一个烂板 然后这个量放了很大 对不对 正常走势的很多行动下啊 今天要是弱势的话 低开备案 对不对 这个调整就开始了 但是它明显的大高开 加速 说明什么 说明自己选择的方向 是进攻 那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办 直接去扫货 对不对 这就是超短线里面的一个弱转强的一个技术 所以大家可以去去留意一下 很多票都走出正的走势 从整个盘面来看 新零售啊 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多支票出现连板 像人人漏这种也是出现连板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向 有可能成为新的一轮 赚钱的主线 大家是需要特别注意和重视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涨停板的一个情况啊 国企改革涨停票还是不多啊 还是不错 对吧 有六个票 从涨停的板来看 国企改革今天是属于一个绿盘的 但是个股表现还是不错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市场对这个方向还是比较认同的 我在昨天前天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国企改革方向一定要注意 个股不断的冒出来 然后涨停的票不断的冒出来 那他就会有一个强效的吸睛作用 吸引大家的一个视线 对吧 很多就抄底啊 低息啊 潜伏啊 都可以 大家看一下今天上涨的 很多是低位的补涨的 或者说低位的 开始又心灵上涨了 比如说万方 对不对 像这种票的话 前期我也刚才讲过 这里调整后 刚好是在六四天线 六四天线 这个位置做一个奇闻啊 今天出现一个上涨 那么这种票的话 他前期人气比较旺 就存在着连续反弹的预期 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关注重点的留意 找到一个适当的点去博弈 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说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啊 整个盘面来看市场这个节奏很混乱 所以大家在操作追高的时候啊 一定要偏向紧盛 紧限于龙头 后排跟风的 追高的要小心 我们看一下后排 跌的比较多的啊 是这个文堂加工开采 跌的1.5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也没必要怕 像这种板块啊 就是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调整 调整后有低点 后期可能存在超低反弹 只要你不去高位追高 然后站岗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现在这个行情啊 盘面属于一个火热的状态 但是轮动速度太快 所以说在操作的时候 大家要谨慎这一点啊 今天啊 整个盘面来看啊 都是双对来说比较正常的 券商低开 直接敲水杀跌 其实券商 我觉得这个时候到此可以理解 很多人在昨天啊 追高的朋友 我估计今天是一个哭晕的状态 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券商在这个高位 是存在大压力的 强调了多是在这个位置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有低点可以潜伏 可以低吸 到高位考虑跑路 是吧 考虑出货 不要去追 这个也说得很清楚 说得很明白 从整个盘面看券商 后期肯定有空间 肯定有戏 所以大家仍然可以等低点 调整后的一个低点博弈 低点后的上车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啊 个股今天跌停的票不多 也就是那边一两个 对不对 整体来看大跌的票也不多 很多票都是跌幅在六个点 或六个点以下 从技术方面来说 今天的这个赚钱效应啊 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 亏欠效应不是太突出 为什么 看一下前排 大家就知道了 今天目前为止 赚钱的票在40个上下 对不对 40个下 但是呢 赚钱的票数量不多 却出现了很多的连板票 这才是一个重点 连板票的一个突然上升啊 就代表这个赚钱效应 非常之好 对不对 昨天的像英飞套这种 对吧 英飞套这种出现一个连续的一个进级 连续的冲高 现在又有了如意集团啊 这种的连续的四板 所以说高度就慢慢的打开 那前期啊 调整充分的一些核心品种 比如说医药医疗 包括数字经济性创 等等这些方向 有机会再次赢得资金的关注 还有就是近期市场的焦点 国企改革这个方向 也找出了一些强势的赚钱效应 那么大家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注意 逢低 潜伏为主 整个盘面来看啊 市场的这个接力情绪 还是比较差 操作上面需要谨慎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 感谢观看